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洁一昨天表示 当天按理会通过的设朝鲜决议 应成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新起点和铺路时 中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始终从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 坚决驱散战争阴霾 积极凝聚智慧和共识 共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做出努力